轉看焦點 來看到我的偶像大谷翔平 他的這個Sweeper變種滑球 現在是變成了他奪下三陣的招牌利器 那他其實是從2021年開始增加了這種球路 那最近大聯盟的官網他們就撰文分析這種球路 就發現哇 大谷翔平的這個邪惡滑球的數據非常的驚人 因為去年他光是靠著這一球 就替天使隊擋下了29分 而且還賞出了89次的山陣 大谷翔平Sweeper變種滑球 是指變化球有橫向掃過去的變化 他從2021年開始增加了這種球路 還發揮到淋漓盡致 大聯盟官網最近就撰文分析了這種球路 說現在已經成為了大聯盟不少投手使用的球種 原因是因為他位移距離比傳統的滑球幅度還要大 讓打者難以捉摸 而根據大聯盟官網分析 大谷翔平去年光是用這顆Sweeper變種滑球 就為球隊擋下了29分 造成打者揮空205次還有89次的三陣 而他今年這顆球的位移更誇張 比上一季又多了4英寸 總計為18英寸 大谷翔平今年使用Sweeper變種滑球的比例 大約是46.1% 是目前先發投手當中使用比例最高的 大谷翔平昨天奪下了本季的第二勝 不過在比賽當中卻被主嬸懷疑有使用外部物質 不過最後發現是誤會一場 大谷翔平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到這一位真先的員工 有沒有發現他看起來好像年紀蠻大的 你知道嗎他已經75歲了 最近新北市就有一名男子 他到迴轉壽司店去用餐的時候就發現說 這個阿嬤服務生他手腳非常的扭力 腳步勤快伸手腳尖 而且他可以一次搬七盒的壽司飯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對不對 所以他就問說阿嬤請問你幾歲了 結果那個阿嬤居然說我90歲了 不過後來我們是有去問壽司店的公關 公關就說不是90歲 其實這一名阿嬤級的服務生他是75歲了 七什麼所以也很厲害 也很厲害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一次搬七盤的壽司飯 而且真的手腳非常的猛健 所以這個照片在網路上曝光之後 就有很多網友大力稱讚這一名阿嬤 因為他說這個阿嬤 他還跟這個男網友就說他沒有三高 他身體非常的健康 他甚至早上還會到菜市場去幫忙賣菜 所以就很多網友就稱讚說 哇這個阿嬤感覺就是心態非常的年輕 讓他整個人看起來也非常的年輕 真的是不說沒有想到 他已經75歲了 真的是一個很勇敢的阿嬤好不好 對 有機會就很想看看阿嬤本尊 是 好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社會事件 國道一號日前發生了一輛大貨車 自撞內線車道護欄的車禍 當時車上的漁貨全部都散落在地上 國道警察處理這些東西 就處理了三個多小時 而在車禍現場輪胎幾乎被磨成了光頭 也成為了亮點 4月10日晚間一輛貨車從宜蘭出發南下 行經國道一號北上229.3公里路斷石 右前輪爆胎導致車輛失控撞上內線的護欄 整輛車直接移動到北向車道 車上的漁貨也掉了滿地 被經過的車輛碾爛成肉泥 現場也因經理事故而造成毀堵 車禍後警方檢視現場發現該貨車的輪胎 幾乎沒了胎紋 連鋁圈都嚴重變形 國道警察表示這場車禍南北向車道都受到影響 處理現場花了三個多小時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輪胎隨時要檢修 車輛請保養出車要檢視 胎紋輪軸不可以輕忽 國道警察也分享爆胎保命三大原則 雙油門誤急踩刹車 招勻方向盤自然滑行靠邊停 車禍畫面曝光後不少用路人質疑是再生胎嗎 損失加上罰款賠償都可以換很多次輪胎了 輪胎是生命線不能輕忽啊 接著國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南韓警方在首爾江南破獲了大型雜交趴 夜店業者是透過舉辦了換夫換妻的集體性交活動 向參與者獲得觀賞客人收取入場費 短短兩個月內的時間就賺進了台幣大約690萬的不法收入 警方接護現報去年6月破門指導雜交趴的現場 昏暗的夜店內裡面有14名的男生 12名的女生一共有26人 有的參加性交有的從旁邊觀戰 還在現場找到多張5萬元紙鈔 以及角色扮演服裝真人娃娃等等 而業者在短短兩個月內就賺進了3億韓元 而分為了十分半個月頭 在這個月前內他會有這樣的一個人